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及人生 欲言物道理 欢迎收看唱耍欲言 太阳神阿波罗非常喜欢 亨利斯宋的竖琴 每天阿波罗都会弹奏好几次 有时候他会在奥林帕斯举办音乐会 邀请众神来欣赏美妙的音乐 有一天 艺术女神带着孩子 来听阿波罗的音乐会 这个孩子有很高的音乐天赋 不需要任何学习 自然就会许多乐器 尤其他的歌声 连阿波罗都赞赏 阿波罗看到这么特别的孩子 实在是很喜欢 就将竖琴送给了这个孩子 艺术女神的孩子 名字叫阿尔乌斯 当他收到阿波罗送给自己的这把竖琴时 十分的开心 非常珍惜这把竖琴 从早到晚不停的弹奏 阿尔乌斯继承了父母亲的艺术才华 从小就展现出高超的音乐天分 不需要导师教他演奏 他都能够弹得出神入化 天下万物都会因为听到他的音乐而感到着迷 听到阿尔乌斯的音乐 听到阿尔乌斯的音乐 不只是人 连动物都会为之动容 动物们会围绕在他的身边 天空中的飞鸟 平静祥和 总之 阿尔乌斯的音乐感动了天地万物 尤其是他的歌声 听他唱歌会让人忘记悲伤跟忧愁 心中充满快乐与希望 因为如此 当这样的阿尔乌斯坠入情网的时候 他的音乐当然是更加的美妙了 当他爱上少女游历带的时候 为了博取对方的欢心 便创作了很多的情歌 藉由丰富多样的情声 还有扣人心弦的歌声 一遍又一遍的诉说着自己的情意 以现代来说 就是一个才子 自己作词作曲 有哪个女孩会不感动呢 不久之后 阿尔乌斯终于打动了游历带 两个人最终迈向婚姻的道路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许多的天神都来参加 众神为这两人前来做见证 他们的婚礼美丽又浪漫 宽广的草地中 有一个白色的教堂 一旁还有胡佛 用漂亮的鲜花 还有灯光布置的美轮美奂 乐队演奏着阿尔乌斯 当初追求有利贷的时候 所写下的歌曲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喝酒玩乐 沉浸在婚礼中的浪漫氛围 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女神高高举起象征祝福的火把时 这个火把却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过了不久火把突然自己燃烧了起来 音乐不但能讨厌性情 也是影响人类情感重要的力量 音乐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音乐对调剂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反复听音乐能够舒缓忧伤 转移注意力 所以不论是高兴的时候或者是悲伤的时候 都可以听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让快乐的心情加倍快乐 至于悲伤的心情 就让他随着音乐飘走吧 一场原本开开心心的婚礼 突然出大火 众神都觉得这是不好的征兆 果然 这对新人结婚不久后 就出现了很大的意外 新娘由历代被吓了一大跳 眼泪都快掉了出来 众神也被呛到眼泪直流 因为这样不但无法送上祝福 阿尔吴斯心想 这个感觉真不好 该不会是什么不好的预兆吧 但是他表面上还是一直安抚着妻子 请妻子放心 不过就是火而已 代表红红火火 一切都会没事的 结婚之后 阿尔吴斯和他美丽的妻子 游历代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不论阳光普照的晴天 还是积雪寒冷的冬天 他都会不断的弹着竖琴 唱歌给妻子听 而游历代总是静静的依偎在他的身边 专心聆听着 光在旁边看着他们两人 就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爱意 你眼中有我 我眼中有你 美好的爱情可以让双方安详宁静 就在两个人轻轻我我享受幸福的时刻 众神的不祥预兆悄悄的来临 有一天 游历代独自在河边散步 刚好旁边来了一位牧羊人 看到游历代的美貌精为天人 不断的朝他靠近 还不断的示意 想要跟游历代当朋友 能不能邀请他到家中去做客 游历代惊呆了 不断的往草丛里面奔跑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 因为害怕的缘故 游历代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越跑越远了 四周围人烟越来越少 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下 他踩到了一条毒蛇 这条毒蛇马上转过身来咬了游历代 一阵剧痛之后 游历代昏了过去 直到天色晚了 在家中等着妻子吃饭的阿尔乌斯 迟迟等不到妻子回家 阿尔乌斯想着 游历代从来都没有这么晚回家过 于是就跑出门寻找游历代 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召集的阿尔乌斯哭了起来 坐在河边一直喊着妻子的名字 和神不忍心看他悲伤的样子 就告诉他 妻子在一旁的草丛里 并且请他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游历代被毒蛇咬伤了 阿尔乌斯听了之后 心里一凉 立刻奔向草丛 他看见一个身影躺在地上 带着害怕的心情慢慢的靠近 他看到真的就是游历代 他抱起了心爱的妻子 放声大哭 不断的摇晃妻子的身体 呼喊他的名字 可是游历代已经无法回应 深深的长眠了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人生无常 就像有利贷 只是出门上个步 却发生意外死掉了 突然面临这么巨大的打击 阿尔无私根本无法承受 他做了重大的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救回自己的妻子 只不过人世还能复生吗 自从妻子死了之后 阿尔无私整天弹奏着哀伤的乐曲 透过凄凉的曲调 来诉说自己对爱妻的留恋 也希望天神可以听见自己的忧伤 帮助他把爱妻救回来 阿尔无私整天郁郁寡欢 那些原本围绕在身边的猛兽 鸟儿和水中的鱼群都哭着逃走了 山林里的仙女们都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 但是这些都于事无补 还是没有天神愿意来帮助他 阿尔无私觉得自己不能够一直等下去 必须要动起来 如果众神都不想理会他 那他就自己去找妻子 他决定要前往民府寻找游历带 他打听了很久 知道如果要前往民府 要先找到泰纳诺斯海旁边的洞穴 在这个洞穴里的最深处就是民河 一般人对于幽暗的民府都会感到害怕 可是为了心爱的妻子 阿尔无私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看到洞穴之后 想都没想就进去了 没想到民间的洞口传来凶猛的吼叫声 原来是有凶狠的三头狗在镇守 三头狗恶狠狠的看着阿尔无私 但是阿尔无私没有害怕 他缓缓的拿出了自己的竖琴 弹出优美柔和的歌曲 三头狗马上就安静了下来 眼睛瞪的大大的 傻傻的看着阿尔无私 他温柔的摸一摸三头狗的头 后来就成功来到了明河边 但这也只是个开始 因为明河是一条专门运送死人的河川 活人是不准过河的 渡河的船夫马上就发现到阿尔无私 他是个活人 马上大声斥责赶他走 船夫说 你是疯了吗 活人来到明河 很有可能回不去 阿尔无私便将自己思念妻子的心情 告诉船夫 如果回不了凡间也没有关系 我一定要尽力的救我的妻子 将来才不会后悔 船夫很少见到如此无私的人 一般的人只要听到回不了凡间 通常就会放弃了 被阿尔无私感动的船夫 所幸将阿尔无私带到明王黑蒂斯的宫殿 阿尔无私航行在明河的途中 他看到了很多痛苦的灵魂 这些鬼魂有一些无法喝水 有的没有办法吃东西 有的要不停的劳动 他慈悲的将竖琴拿起 弹奏起动人的乐曲 希望可以抚慰到这些灵魂 所有的人都在这片刻安静的下来 得到了片刻的解脱 作而言不如起而行 遇到困难一直在原地想 都不如起来想 找出解决的方法 当你有勇气跨出第一步 就是在改变了 任何事情都有方法解决 就要看自己有没有心解决 人生的路充满着挑战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提醒我们 要加倍努力才行 阿尔无私一心想救回妻子 就算牺牺牲自己的性命 他也愿意 阿尔无私的诚心打动了明后 答应让他将妻子接回坊间团聚 只是天不从能愿 这对夫妻的困难还在后面 终于阿尔无私来到了明王的宫典 一见到明王还有王妃 她立刻就弹起竖琴 以歌曲表达自己的来意 表示自己是来寻找妻子 因为妻子不幸被毒舌咬伤 所以很早就离开了人间 是爱带给我勇气 鼓舞我来到这里 爱是人间最完美的礼物 如果说的对的话 冥界里的爱也不亚于人间 就像明王与王妃的爱情 你们如果被分开了也会感到很痛苦 我恳求明王把游历带的生命再度赐给他 所有人们的命都是属于这里的 迟早我们都会来到冥界 游历带也一样 等他生命活到了期限 自然也会到冥界来 但在这之前 请你把它还给我吧 如果冥王拒绝我 也没有关系 我不想要单独回去人间 就让我们夫妻双双死去吧 冥王严厉的拒绝阿尔乌斯 说明明界有明界的规矩 不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的 死亡对人们来说 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你带游历带回去的话 我要怎么对其他的人交代呢 可是一旁的王妃却深受感动 王妃苦苦的哀求着冥王 表示这对夫妻才刚刚新婚 这样真的很可怜 请冥王能够破例一次 她替阿尔乌斯求情 冥王之后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阿尔乌斯必须要跟游历带 以前以后的离开冥界 在回去的路上 不能够看你的妻子 也不能够跟她说话 要不然一切都无法挽回 费尽了千辛万苦 阿尔乌斯终于盼到了妻子的一线生机 她迫不及待的起身要离开冥界 可是沿途是如此的黑暗 有好几次 阿尔乌斯都快要跌倒了 所以她更加担心在身后的妻子 她特地将脚步放慢 因为看不到身后的妻子 是不是有跟上来 同时阿尔乌斯也不断的提醒自己 不可以回头 要不然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归心似箭的阿尔乌斯 觉得这条路真的是太漫长了 她的内心有好多的话想要对妻子说 可是只能够压抑着 当阿尔乌斯突然见到地面上的阳光时 欣喜若狂 她突然转过头去看游历带 却只看到妻子朦胧的身影 她伸手想要去拥抱游历带 但是只抓到空气 因为这是游历带第二次死去 游历带当然不愿意责备自己的丈夫 怎么能够因为丈夫想看到自己一眼而责备她呢 游历带轻轻的说 再见了祝你幸福 随后游历带便消失无踪了 阿尔乌斯不断的责怪自己 不断在冥界跟人间的边缘徘徊 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整天昏昏沉沉的 现在的她已经没有眼泪了 每天就像游魂一样 后来有一天阿尔乌斯发疯了 只留下她曾经最爱的竖琴 舍不得儿子受苦的艺术女神 请天神将象征儿子的竖琴放到天空中 于是阿尔乌斯成为了现在的天晴座 在夏天的晚上 天空中最明亮的其中三颗星星 会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其中位在三角形直角位置的天晴座 主要是由五颗星星组成 样子就像一把竖琴 算是一个小星座 如果从北边开始 照着顺时钟的方向观看 会发现天晴座被天龙座和五颜座给包围 早时为了要纪念这段坚真不移的爱情 就将竖琴放到了天空中成为了星座 有机会的话 大家抬头看看天空 或许可以看到美丽的七玄晴 那就是天晴座哦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布账号42274784 顾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看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重生所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充裕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瓶呢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国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不忘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想要只愿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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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